是张妈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一个人睡不着 找本贤书看看 我告诉您 这个书房只有何大人能进 是吗 我看门没有上锁 我们这儿规矩好 谁知道一个外人进来了 张妈 我刚进和府的时候 何大人是怎么交代的呀 您柯哥哥是府里的主子 让我们好好伺候您 既然是主子 哪有不让进屋一说 您说呢 行了行了行了 您快开快回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柯哥哥 是张妈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一个人睡不着 找本贤书看看 我告诉您 这个书房只有何大人能进 是吗 我看门没有上锁 我们这儿规矩好 谁知道一个外人进来了 张妈 我刚进和府的时候 何大人是怎么交代的呀 您柯哥哥是府里的主子 让我们好好伺候您 既然是主子 哪有不让进屋一说 您说呢 行了行了行了 您快开快回吧 这书我搁这儿了 我也不看 老爷 昨儿晚上柯姑娘进书房了 进去了 进去了 好啊 好啊 刘全 别问你 你平时藏东西都往哪儿藏啊 那什么 我往 刘全没藏过东西 不是 爷不是责问你 是问你啊 你要真藏东西的话 你往哪儿藏 那我可不能告诉你 跟你说话怎么这么费劲呢 我不是真让你藏 我是说假如你要藏东西的话 你会往哪儿藏呢 那我就藏你找不着的地方呗 这不等于没说吧 我问你啊 什么地方也我最找不见 比如 就这么大块地方 啊 这样 拿来使的啊 把这个藏起来 爷我到那儿站着去 背着身儿闭着眼睛 藏好喽 大叔 爷 您来真的 当然来真的了 快 拿着 藏好啊 好 我闭上眼睛了 藏好了没有啊 老爷 您可以回身了 您 您 刘娟儿 你跟老爷说 这东西藏哪儿了 爷呀 实在对不住 您往那儿看 奴才没藏 你讲不清啊 还真会藏东西 老爷 奴才不敢藏东西 这东西压根就没藏 好 说得好 我明白这理了 它越不藏啊 它就越找不着 你越藏着掖着它吧 它就越好找 是不是 我让它找 好 刘娟儿 打今儿起 后厨房的大门 给我锁上 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这样 你小子可真会擦 老爷你没想到吧 好 喝 何大人你这干嘛呢你这是 万岁爷写得好啊 万岁爷还没落笔呢你就喊好 你吓人呢你 我能写了吗 万岁爷您写 嗯 你想象也能想象出来 万岁爷写得会多么好啊 二位大人这字是不是写偏了 嗯 不 嗯 皇上 是 这 一无策之间呢不偏 龙才斗胆说一句啊 这个写字啊 龙才以为是这样 你看这个假设是偏了 下一个呢就可以找不回来 两个偏着这么一支 它就正了 真佩服何大人 你把当官的心得都用上了 你说什么 果真如此吗 您家 果然就不偏了啊 用保 何爱卿 朕今儿跟你学了一支话 我真不敢当 不敢当 嗯 嗯 好 两位大人最近情势如何呀 万岁爷 就是您不宣奴才 奴才也正要进宫来见您呢 什么事啊 说说 奴才 见刚才您写了个名字 那奴才就不妨 先从这名字说起吧 好好好啊 讲讲 万岁爷 奴才我要参顺天府尹 他顺天府为了遮人耳目 竟然把难民都赶出了京城 制造太平假乡 何大人 这事你都知道了啊 回皇上的话 反而皇上您能看到的 何大人他都能看到 何大人明察秋毫 连朕的心思都猜透了啊 奴才不敢 明日早你上朝就揍个折子 是 奴才不敢有一时怠慢 为国为民 鞠躬尽醉死而后矣 那靖小兰你有什么说的 万岁爷 何大人他机敏 他抢了一个名字 而万岁爷您今天写了两个字 那臣就来说一说这个玉字吧 这玉字有什么说头吗 有 万岁爷您有心思了 心思老有啊 老季 说好了这算命的事朕不想听 臣不算命 这个玉字啊 您把答案都写出来了 你们哥俩够神的啊 就连这字的答案都能说写出来啊 万岁爷 他这个玉字呀 他是 看我干什么 何大人要为你先出去 凭什么我出去 你真拿捏紧了 你赶紧说吧 说呀 他这个玉字呢 何大人不出去我不说 这这这这 要不何二你出去 遵旨 走啊 走吧 那这这这走吧 嗯